今天的话题面对面 单元要带您讨论中印对峙 紧张局势降温 双方在边境的一线部队后撤 但是却有个说法 是中国解放军先让步了 真的是这样吗 那么到底中国和印度 在这场对峙冲突落幕中 究竟是哪一方让步比较多呢 另外针对港版国安法通过了 华盛顿方面传出要用 核爆等级的金融手段 来制裁中国大陆 削弱港币的联系汇率制度 那么川普真的敢动用吗 台湾的外交部门也宣告 在经过了美国同意之后 将要恢复在关岛设立办事处 美国要把台海跟南海串联成一器 持续围堵中国大陆吗 今天我们就特别为您邀请到了 美丽岛电子报的董事长吴子佳 董事长 还有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 施大哥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讨论 首先我们来看的是中印边境在6月15号 发生了双方驻军死亡 流血冲突之后两国升温的局势 不过现在却出现了核款的迹象 中印在7月5号晚间举行了 对峙以来最高级别的视讯会谈 那么中方是由这个王毅部长 还有中印边界问题的特别代表就是王毅部长 那么印度方面这是派出了他的国家安全顾问 多瓦尔展开了对话 那么这场破冰的对话 首个成果很快就出现了 那么就在双方对话结束之后 解放军等于就连夜 就是从对峙的地点加勒万河谷 举兵后出的大概一到二公里 那么印军也响应了将这个军队后撤 双方共事将尽快完成一线部队 要脱离这个接触的进程 那么两军也清出了一个实控线的这个缓冲区 那么首先就想要请教施主兵 真的中印双方这样的对峙冲突 就透过这样一个视讯电话 就这样真的结束了吗 有可能吗 那么现在双方的军队都是说往后实控这个线 后退空出了一个缓冲的空间 这个事件之前我相信一定是 北京方面跟新德里方面 双方的人员其实已经开了 也相当多的这个会议 会前会 而且这个会前会 甚至于双方都已经将 彼此所能够让步的最大限度 都已经各自回家 向各方的长官都已经先请示过 也这种情况一定都是在双方 最高负责成绩的长官 都合可的这个情况下 然后最后两边的外长王毅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还有印度的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 然后最后他们再来敲个电话 然后确定大家讲的都没有问题了 都没有问题就可以实行 因为其实我们在这个现代史中看到非常多这样的例子 例如像你看过去大家会讲到最明显的一个例子 已经爆13天 古巴飞弹危机 你说当时美国跟苏联两强机武器弄到剑拔弩张 即将开战的这个情况下 为什么后来突然状况急转直下 苏联把飞弹撤走了 然后感觉起来好像第一时间 美国大获全胜 但也并没有 美国隔了大概半年之后 又把他们在土耳其的飞弹也悄悄的撤走了 所以就说这件事情上面 在国际上来讲 绝对不可能只有一边有德或说一边有胜 而且像其实我们看到加勒万河谷这个情况 基本上它原本是处在一个僵持的状态下 那既然是僵持 也就是说双方一定是要都彼此都能够认为同意的情况下 然后才会决定双方互相撤兵 例如说像以这一次的这个实际冲突来讲 我们就看到了那个印度士兵有相当惨重的一个伤亡 那当然陆方的这个伤亡至今我们也不清楚到底有多少 但是显然由于发动突袭是陆方 然后再加上其实当初手持武器 就我们刚刚讲弄的兵器 去进行这个类似像这个打群架的这样一个火兵 陆方也是发动者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其实有理由相信陆方相对来说损失 可能会比印方要好一些 但是在这个情况下 那双方还是同意了 彼此在加勒万河谷各退 那个两公里一到两公里 我个人当然也觉得 其实美国在后面的这个角色也非常的重要 好说到了美国 大家请问这个美国专家吴董 我们知道说今年是中印建交70周年 那么现在中印的高层 为了两国的紧张局势 现在做了出了一个缓解的情况 不过先前也传出解放军后撤的消息的时候 让外界都认为中国大陆是在 美国表态要力挺印度 所以趁机在中印关系紧张的时候 见缝插针 所以就先出手来反制 并不是先让步 真的是这样子吗 另外印度最大的在野党 也就是国大党的前主席拉乎尔甘地 他也抛出了三大问题来质问现在的莫迪政府 那我请问吴董这三个问题 是不是就说明了在这场中印对峙 让步更多的其实是印度 我觉得在野党在咨询这个印度总理莫迪这个 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关键影响 因为莫迪现在在印度的声望 日子中天 他已经变成了这个印度的国父了 声望奇高无比 他等于把这个印度民族主义 炒到一个非常非常高的高度 然后温度炒高之后 他突然间出现在前线的第一线去慰绕官兵 你可以想到这种非常这种刺激性的 民族主义的这种做法 是在这个印度这种国家里面 他已经变成了这个声望非常非常高的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来讲的话 这个背后到底是怎么样运作成功 让这个两军愿意撤退 他们军方本身也经过了三次军长期会议 但我们要把这个新闻展开来看一下 从更目前你看到 印度为了要准备这个军事作战 最近有大量的军购 他军购的国家有法国 有以色列 有美国 更重要的 他跟俄罗斯买了S-400的防空飞弹 这是核心问题 所以俄罗斯愿意再卖飞弹给他 俄罗斯不要忘记 是中国大陆的血蒙兄弟 这时候俄罗斯突然间卖飞弹给印度 这是狠狠的背后戳他一刀 然后在前不久又看到了 这个俄罗斯的红场阅兵 结果这个中国的国防部长 跟印度国防部长都说要去参加 我相信在那个时候 他们有一定程度的接触 那另外一个再看一个大事情就是 这个美国的三艘航空母舰战斗群 在这个蓝海的这个蓝海演习 这个蓝海演习就直接呼应的 中印的这种对峙态势 给中方很大的一个压力 所以整个国际的环境来讲的话 是给中方压力非常非常的大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这个背后的涡旋才有可能成功 是好 那我们知道是主编 我们知道这个印度斯坦时报的报导 有一篇评论文章说 中国呢可能是不战而胜 那么这篇文章当中提到印度是有点大意失荆州了 现在双方已经是建立了一种新的现状 也就是说刚刚所提到了 北京在这次的对峙事件当中 实际上北京已经声明了 他对于加勒万河谷的一个主权了 另外同时也包括了像是德普桑的Chaco 现在在中国在拉达克占据了他非常有利的位置 那么印度媒体就评论说 中国大陆在这次对峙事件当中 是不战而胜的赢家 请问主编您怎么样解读这一次中国 这个真的是中国获胜了吗 另外呢大陆的央视在会谈隔天的晚间 也播出节目当中也首度 他是公布了印军在中方实控线的这一部分 进行了包括像是行车的道路 还有这个便桥等等的一些这种基础设施的 一些修建的工作 那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中国大陆要做这样子 要做这样的事情 他要表明的是什么 首先当然你说央视他曝露出印度 越线建立这些便桥公式等等这个部分 他当然是要从对内部的角度来说 他也要让他的民众知道 这个今天不是我们毁诺在先 是你看印度人先跑过来 然后做一些公式等等 我们也才过去做公式 然后又被印度人阻止 然后这个情况下 我们解放军又被他们因为突袭 然后因此不得不要进行反击 以某种程度来说他要把他的这个一系列这个作为 也要对大陆有一个内部要一个 对他民众要有一个说法跟交代 那当然这一次这个结束之后 你说陆方是不战而胜的并没有啊 他们好歹也打了一架 对不对 虽然说是用冷兵器打了一架对不对 但至少是打了一架也是战了嘛 那当然战了之后啊 那目前双方现在共同的协定是啊 那个在这个加勒万和谷这个争议地区 彼此各退大概一到两公里 这种情况其实啊 我觉得以中方的角度来讲的话 当然其实对他来讲是没有失分 当然对印度方面来讲他也没有得分 为什么呢 首先我们看到原先这个区域里面呢 印邦他有声称相当多的这个地区是属于他的领土 但是现在中方进来以后呢 而且双方最后经过这一系列的这个边境摩擦啦 我们讲冲突 边境摩擦以后呢 双方最后各退一个情况 也就是说其实双方就认可了 大家现在所占领的这个界线 那这个战线啊 那个阵线如果在手 如果以防守的角度来说 是对中方有利的话 那战然的 从中方的角度来看 当然是对他是有利的嘛 或者说甚至于可能从印度的媒体来看 他们认为如果今天在整个加勒万和谷这个方向 方面原先可能他们所占的这个地域 有一些区域已经现在变成在中方的实质控制区内 然后又因为缓冲区的关系 印度也不能再过去了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的话 那自然而然的 印方也会认为是中方是不战而胜 虽然说我还是觉得他们还是有够摩擦嘛 大概还是打好好的打 很硬斗的打了一架 现在是中印双方对峙 能够在两个月之后 可以说暂时和平的落幕 不知道跟美国已经表态力挺 印度有没有一个催化的作用 这是不得而知的 不过对于这个港区管法上路 美国对中国大陆的施压的力道 目前还在增加当中 那么现在已经传出了 华盛顿在终止香港特殊大域之后 打算要削弱港币和美元之间的 连续汇率制度 那么根据了解 这是由川普他的一些部分的顾问 所提出来的 那么建议他的一个制裁手段 要来出手打击香港连续汇率制度 包括了限制香港银行业兑换美元 那么这个已经是被号称是这个核爆等级的手段 请教吴董您怎么看 川普用这个方式吗 这个核爆的手段这句话 是由这个Daniel Russel 美国前东亚驻卿 在接受这个日本这个日经 日经新闻的这个采访的时候 他的形容词 他形容核爆的目的是什么呢 他就告诉大家一个概念 这个核子武器呢 只能拿来吓人 而不能拿来使用的 当你真的拿来用的时候 那个其实效果是非常差的 也就是说 这个武器 应该是要拿来遏止 这个在这个中共 推出这个港版国安法之前 让它发生效果 结果已经推出了以后了 现在中方已经不可能撤回了 所以这木已成舟的情况之下 这现在怎么办 两边变成一个僵局 二边僵局 而且严格讲是中方已经占了 越胜一筹 因为你看看目前的情况之下 推出港版国安法之后的 香港的情况 把它立刻改善 这些所谓的 这些香港民运人士崩溃了 整个崩溃掉了 所以这个时候来讲的话 我觉得中国大陆 对香港的控制 已经得到非常 非常大的信心 这是第一部分 然后第二部分 那今天我们看到的就是说 川普在昨天 对这个 新疆的这些人权问题 提出这个 对四个高干的 提出这个所谓 相关的这个制裁措施 那其中有取消签证 包括在金融方面的制裁 这个就是所谓的 核爆级措施的部分 有关它的资产 跟它的金融 相关的惩罚措施 那这个惩罚措施 就会涉及到 所谓的联系汇率 联系汇率 其实我们很清楚的讲 就是所谓的swift 因为swift是在 这个美方在管理的情况之下 它只要停止 这个swift的 这美金跟人民币的 交换的情况之下的话 那联系汇率就终止了 可是这个情况之下 会对美方造成 非常非常大的伤害 所以我看它现在 迟迟不敢动 理由何在 就是我认为 川普一直在做 进一步的 美国银行 跟美国的企业 相关的调试 跟准备工作 那我们也看到了 美国的媒体 今日美国USA Today 最近也刊登了一篇题目 叫做 向中国传送讯息 那么总统川普 应该访问台湾 他竟然有 有这么一份报纸 这样在讲说 川普总统应该访问台湾 这样的一个文章 表示在这个港版国安法 生效之后 美国总统川普 应该要捍卫台湾 这个自由民主的灯塔 那么现在正式访问台湾的时候 其实我们知道 从1960年以来到现在 美国没有现任总统 现任总统 那过往 讲是克林顿来过两次 卸任 总统现任是 从1960年来到现在 没有 访问过台湾 但现在也正是美国和大陆关系 最差的时候之一 请教吴董 川普真的能够访问台湾吗 还是说他愿意访问台湾呢 怎么看这个时候 美国的媒体看出了这样的一个文章呢 我现在千万求求川普总统 不要来访问台湾 这个太恐怖的事情了 当然这个不会发生 但另外一件事情 有可能会发生 就是他会邀请蔡英文总统 利用这个台湾旅行法 去访问美国 这个是另外一个事情 所以这两件事 一个是川普访问台湾 这可能性是不可能发生 然后有可能发生的是 邀请蔡英文总统 访问美国 因为他为了要打击中共 他有可能打台湾牌 最重要的是他目前川普的选情 现在相当程度的落后 他这个台湾牌去刺激中共 然后让他变成这个 对选举造成一些 正面形影响的可能性的话 不能够完全不排除 所以那这两件事情 你是说他会在选前提出这个邀请吗 如果这两件事情 都会同时 如果这两件事情要发生的话 邀请的可能性远大于川普来台湾的可能性 是不是 那当然这件事情 目前看起来这个概率在降低中 你又何在呢 因为他对香港 他在丢包香港民运人士 他放弃香港人的这种做法 我个人认为是放弃的 所以我认为台湾人 还有这个应该看得更清楚 美国人的这种处理这种现实主义的处理方法 更重要的 波顿已经讲了嘛 台湾是什么 台湾是一个笔心嘛 这种笔心啊 不应该去参与的太深 笔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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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那个 那个猪 那个水 那个ball pen的里面 那个 这个尖段 大陆是一个大的桌子 所以那么小的台湾呢 我不认为台湾要去参与这些 我们没有能力去参与的事情 我们玩不起这种去 所以我觉得台湾还是 我们规规矩矩的 把自己的国类 跟我们的亲戚做好这种 偏安江南就好是吧 那施主编你怎么看呢 有没有可能这个 怎么这个时候会说 竟然会有媒体就披露出 这个时候正好是川普 访问台湾的时候呢 其实我跟那个总市长的想法 是完全一样 是不可能的事情 是根本不可能 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 当然因为美国自己本身 他们的这个行政部门 还是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就One China Policy 当然它跟大陆 所在全球接触的 那个一个中国原则 One China Principle 是不太一样的 但是既然美国有 它自己的一中政策 它就不可能毁掉 自己原先的这个一中政策 这个特别是 因为这个一中政策 后面也由一法三公报 所形成跟巩固嘛 对不对 你如果说今天 他真的跑到台湾了 那等于是把过去原先的三公报 是完全推翻了 对不对 把过去三公报是完全推翻了 这种事情可能吗 而且其实你从这个波顿的 这个回忆录里面来看 其实的确川普 在北京跟台北之间 他是有所取舍的 也就是他很清楚的 谁的分量是到哪里 当然其实我们也不要 也不要那么妄自菲薄 因为台湾基本上来讲 其实我们现在在国际上的这个形象 基本上来说我们是一个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地区了 对不对 所以那当然你说今天如果那个两边真的那个有比较朝向可能朝向冲突发展的话 我相信台湾毕竟因为毕竟在意识形态跟价值观跟世界的这个大部分的民主国家是站在一起的 我们会有一些得到世界上的一些一定程度的这个协助 这个是可以想见的 但是我们千万也不要过分的认为自己已经在西太平洋地区重要到无以复加了 就刚如那个吴董事长所说的 比肩其实很难成为杠杆了 那你要如何能够让这个比肩在这个地方发挥最大的作用 其实很大一个程度来说 其实你要懂得去避险 避险的部分来说 其实也就是要在美中就是北京跟华盛顿之间的关系上面来讲 你要非常的小心谨慎 甚至于你像北京一面倒或像华盛顿一面倒都不是聪明的作为 千万不要忘了这个川普其实还指望着中国大陆在8月份要对他采购一批产品 好其实我们知道发现这个USA Today这篇文章在刊出了前两天 7月3号美国国庆日的前一天 台湾也传出了一项消息 那么就是台湾的外交部门就发布了新闻稿 宣布考量台美关系升级为全球合作伙伴以及太平洋战略地位的重要性 经过了与美国政府协商并且获得同意之后 台湾将在关岛恢复设立驻关岛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那么虽然说台湾的外交部门也在9号澄清说 重新在关岛设置这个办事处并不是军事考量 不过由于这个关岛的施主编一定知道关岛的这个战略地位引发了外界对于台美要军事合作的揣测 那么先前也其实曾经传出过说这个美国要邀请台湾参加今年8月份的环泰军演 连续参加好几年您说过 请问这个两位董事长跟这个主编 美国同意让台湾在关岛恢复设这个办事处背后用意是什么 那么这是美方要求的还是台湾主动要求要恢复的 其实我相信应该是我们主动希望要恢复的 因为第一我们未来台湾其实不是要跟美国买新的F16战机 另外还有我们旧的F16战机要进行升级 那旧的F16战机升级是那些飞机在美国 目前还在LOOK基地将来要移到TUSON基地 然后这些基地它是要 这些飞机是要从美国的TUSON基地回到台湾来做性能提升的 这些飞机来台湾不是装到船上船运回来 是从美国一路这样飞飞飞飞到台湾 那前面回到台湾前最后最重要一战就是关岛 那也就是说有这种事情的话 其实虽然说我们说不是因为为了军方 但其实军方我不得说 就是说恢复关岛办事处 其实应该是一定有很大的因素 是因为为了要配合军方未来 接下来跟美方一系列的军事的一些互动 蔡政府对台美关系之间的升级 一直不断的这个期待 也做了很多的工作 然后这个我认为关岛办事处 大概主要是军事的需求 经济上文化其他方面都没有什么必要 那至于说是哪一方提出来讲的话 我跟这个总编看法不太一样 因为我认为台湾比较小 应该都是美方本身 当然我们会不断的提出 他在审查他认为他的需要为主 也就是说在美国人在看这个 所谓第一岛链去遏止这个中共的话 他完全看台湾的这个角色跟地位 是根据他美国利益为主 所以我们不要用自己的想法去看台美关系 如果你要用美国看美国利益的话 你就很清楚知道完全是他需要的时候 我们才有用他不需要的时候 我们就会被他丢包 那美国人现在尤其是现实主义 所以我认为说我们跟美国交往 就跟刚刚这个孝伟兄讲了嘛 美国本身我们还是务实一点来看待 不要去贸然去选边 现在关系很好但是这个是虚的东西 那关岛社办事处不如说 美方如果跟我们能够签订经济的FTA 我觉得更有意义一点 那我们外交部应该加油去签FTA 所以可能是这一盘 美中之间的一个对峙当中 这个棋局中 这是一个棋子的 这意思一步下车的动作 一手 为了展现这个在太平洋的军事存在 美国也持续向中国大陆释放一些讯息 包括美军就在7月4号国庆日当天 开始近年来在南海规模最大的 这个战备巡异的这种行动 出动了双航母 在台湾这个最出名的尼米兹号 还有隶属于第七舰队的这个雷根号 展开了上百架次军机的起降演习 那么解放军在此同时 在7月1号到7月5号 也在西沙群岛的海域来进行演习 那么其中当然包括了辽宁舰 也参与在其中 这是美中双方主力战斗群 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一个接触 美国的海军少将说呢 中美两军在南海海域上 就这样目睹彼此的行动 另外台湾也在13号 开始要进行漢光演习 请教吴董 中美双方这样的军事较劲 让南海台海已经成了 这个亚洲的战争热气了吗 我一直认为这个中美在南海的 这个较劲而言的话 刚好是因为中方的蛮横 把这些所谓的三个岛礁的军事化 造成了美国有理由 用自由航行的理由 来介入南海 然后跟宁兵的国家 维持一个平衡的关系 因此你看这次演习 它的所谓的特色 就是所谓的24小时的夜间的飞行 然后来出证证明说 这个中美在空军跟海军实力上 有非常非常大的落差 当然军事上落差已经看得出来 但是我觉得更重要在这个战略上而言的话 或是说在政治的策略上而言的话 主要美军利用这个时候 我刚刚讲的第一个目的 它有压跟印度有枯硬的效应 对中方形成一个压力 然后同时对这些 所谓的南海的区域内的国家 它也同时做了一个非常好的demo 那这里面也不排除说 它有想要卖军火的可能性 我觉得它也在做产品展示 但是整个来讲的话 这个当然这个整个区域是 目前是拉高的紧张气氛 拉高的紧张气氛 包括对香港的报复 包括未来台海有可能发生的冲突 整个气氛是跟着是升高的 好 那我们知道说 针对美国是从2014年以来 首度派出了这个尼米兹 还有这个雷根号 两艘航母同时在南海军演 那么大陆的官方媒体 《环球时报》就在7月3日就报道 警告美军说南海的安全 在解放军的完全掌控之中 还说这个对于美国航母 中国有着众多反舰的武器的选择 其中就包括了东风21D 东风26反舰弹导弹等等 另外大陆也公布了第一艘国产的航母 山东号上有这个殲-15战机 起降训练的照片 所以他也在展示 根据这个解放军表定 8月份就要在南海进行 辽宁号和山东号这个双航母的军演 美军双航母演习 那抢先一步要秀 大家彼此我都是给你摆这个阵子 我都是双航母 请教一下这个施主编 你怎么看双方在南海大秀 这个航母战斗群出动这个航母 一天要烧掉多少钱啊 其实这个一天要烧掉多少钱 也其实很可观 首先我们先说 美国它之所以我们怎么做 美国这个7月14号 国庆那天在南海放烟火 这个飞机起飞 也有一些实弹的演练等等 那当时它主要应对 就是7月1号到5号 在西沙这样一个演习 那其实过去 以美国的军力 在过去非常强的这个时候 也就是甚至还没有受到 那个就是反恐战争影响的时候 过去那时候当然二十几年前 大陆基本上来讲 它的海军其实还是个 近岸防卫型的海军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大陆在南海做个演习的话 那美国基本上 航空母舰开过去 或军舰开过去就算了 因为其实已经是一个 达到它认为足量的实力展示 但是现在不一样 你会发现 因为基本上解放军的军力 大幅增强 所以美国航空母舰 不能说再只是开过去就算了 其实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 上一次在南海 是进行双航空母舰交汇操演的时候 我印象中应该是2002年 或2003年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还是很老的 小英号航空母舰 还有跟新洲号航空母舰 现在这两条船都出役了 那那一次呢 至于为什么会在南海 进行交汇操演 因为刚好一个从波斯湾回来 然后一个在南海巡弋 那我们之前也跟观众朋友讲 因为美国航空母舰不多 两个航空母舰 凑到一起在海上碰到 一定要拍个照 对不对 来表达这个国力的强盛 但是你看这一次 他做了好几天的一个演习 甚至于还进行 这个号称是24小时战机 这个不间断这个起降 为什么 因为过去美国航空母舰 其实即便在作战 作战的规模 他大概差不多从早上 11点开张营业 然后呢 如果是作战会比较晚一点 大概可能最后一批 回到航空母舰上降落 大概差不多是凌晨1点半 2点左右 其实你可以看 这样一个时程也非常长 然后中间大概让 机具啊等等 休息个八九小时 然后如果说今天 他这样连续不断的 这样一个高密度的一个作业的话 其实以美国航空母舰来讲 这样的高密度作业 大概差不多4天左右 他就要进行海上加油 核动力航空母舰 为我们海上加油呢 飞机要吃油嘛 对所以他大概4到5天 就要加吃油 然后如果说这种非法的话 甚至于可能4天 就一定要加吃油 那个加油是一船的油 不是一点点 那个我们那种 加个油枪叮叮叮叮叮 叮几架那种加法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说 他其实在这个区域 再加上其实这个地方 离美国主要的补给港口 其实都有一段距离了 所以相对来说 美国在这个区域执勤的成本 会远比中国大陆要高 但是他之所以 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看 就是说我们刚刚那个地图上面 对不对 又有这个美国的演习 又有西夏的演习 然后我们大陆 我们的这个汉光也马上要举行了 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 就是说美国其实 就在这个区域里面 他现在必须要展示实力了 就是很大的一个重点 就是大陆以非昔日无下阿蒙 也就是说美国认为 他在这个区域 已经有跟美国 用大陆的话讲 就有叫板的能力了 已经有对抗的这个能力了 所以美国也要在这个地方 第一也跟你展示一下嘛 你们大陆这个 有两艘航空船 对不对 你们网民一签到就很兴奋 有两艘航空船 我们可以如何如何 现在美国人就做给你看 因为其实美国人 喜欢这样玩 就说像上次我记得有一次 2008年的时候 大陆靠发射了一个卫星 然后去把他们原先 一个卫星在轨道上弄了两三次 最后把他撞下来了 大陆一片欢欣鼓 但结果美国就是 悄悄的不久之后 用一艘巡洋舰 发射一枚防空飞弹 就把那个卫星 就把美国一颗卫星打下来 他美国某种程度来讲 有时候就是 他静静的看着你 看着你在干嘛 你如果说真的有些成就 他也不会说去吐 用台湾话讲 不会去吐你吵 但是他会展示一次 怎么样是最佳化的解决模式 但这个最佳化解决模式 可能就是你做不到的地方 我们刚刚就讲了 这个东风21导弹 它的威力是什么 以东风21导弹 就是说以大陆来说 它其实反制航空母舰 的确啦 以现在这个解放军的军力来讲 你说他请这个解放军之权利 打不打得掉美国的航空母舰 我个人认为是绝对打得到 为什么 因为首先他有这个 长射程的这个 长箭石或东海石 他们讲那个 长射程的反舰巡弋飞弹 另外加上东风21D 这个地对地的这个弹道飞弹 它具备反制航空母舰能力的 还有东风26 其实一直有一个疑问 就说你知道茫茫大海之中 航空母舰很小 而且以美国海军航空母舰 作业这个方式来看 它是在一个1万平方公里 海上跑来跑去 1万平方公里 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三分之一台湾大 对 它其实在海上作业的时候 在这样1万平方公里 海上跑来跑去 所以你人造卫星怎么找得到它 但是你会发现 近来几次 美国也没有事先公布 但是很多这种 连民间的卫星公司 像比如这次双航舰 在那个南海这个交汇 居然就有那个 展示了他们拍 尼米兹号跟雷根号 从远至近 然后汇合的 一系列的卫星照片 所以说真的 这样的照片 让我就觉得 未来解放军 有没有能力在美国 海上找到美国航空母舰 我就没有像过去 那么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也就是这个事情 如果可能有做得到 那就代表你的武器打得到 但是武器打到 并不代表结束 你说以美国来说的话 如果今天 他的航空母舰 被人家夯掉了 一个航空母舰上五千多人 五千五百人左右 那比珍珠港死的人还多 那你想想看 光死了2000多人的珍珠港事件 然后2000多人的世贸攻击事件 你看美国对日本 对塔利班 对宾拉登 真的是上穷必落下皇权 那你觉得两边 如果是因为这样造成 美国这么大的一个战略性的损失 你觉得美国会跟北京方面 善罢甘休 我也是不太相信 对还是不会善罢甘休 但是我们知道说 最近这个美军 有一架这个 EP3的电子侦察机 在最近再度对中国大陆 广东沿海 进行了所谓的抵近侦察 对很近 美军在当天不到24小时 第三次做出这样的动作 距离是大概是50多 这个海底 不到100公里的距离 美军是步步的紧逼 也让大陆的国防部 在记者会上回应说 这个美国作为一个域外国家 你对中方实施高频度的抵近侦察 严重危害到地区国家的主权 安全 请教师主编 美国做这样的抵近侦察 用力是什么 或者擦枪走火 我觉得现在双方都在擦枪 但是第一 我们先来讲这个抵近侦察 怎么回事 我们看到这张图 其实上面有个大图 就是说这个抵近侦察的时候 美军的飞机 其实在大陆东南沿海 已经飞到它 离它大概差不多100公里 但是你说这个50海里很近吗 大家想想看美中军机 是那个护撞事件 2001年的时候 那时候那架被撞的EP-31 离海南岛多远 60多海里 所以就说从美国以前到现在 一直是这样做 只是因为过去追飞界这种APP网站 没有那么多 很多一般民众 不会那么及时的知道 原来彼此之间是玩得这么近 那像EP-31 它的角色是什么 它其实可以说是一个 空中精密的监听站 它其实是一个空中监听站 是禽搜的 是禽搜的 也就是说它可以针对大陆 这种所有的无线电通讯 进行一个包括 如果你是无线电 你有加密 它就想要把你那个 加密这个部分给它破解掉 然后呢 它上面有很多这个语言专家 那这个语言专家 然后其实说真的 不像我们今天只会讲讲普通 你说机上在的很多语言专家 就是美军的军职的语言专家 不是像我们这样子 会讲一般的国语 或大陆叫普通话 它因为你知道大陆太大 它每一个每个省很多那种南枪北调都不同 它们甚至于还可以分辨出 这些那个大陆人的这个南枪北调 已经到这种程度了 真的 我2008年我这种时候去参加 美国国务院那个 国务那个 就是那个访问行程嘛 是 一路上都碰到那种 会讲中文的那些美国人 就是把我吓一大跳 原来美国会讲那么多 会讲中文的那么多 对啊 所以才知道 其实美国对这个部分来讲 是下厨的功夫 那我刚刚讲到 就是说上面这些人的盛区 它已经可以分辨出大量 那个大陆的南枪北调 这样它在飞机上 做及时监听的时候 才不至于误判 而且能够第一时间 了解跟清楚你是在干什么 像这样一个飞机飞过去 你看 它其实你说 底下所有的这个防空系统 基本上 你要看它对这个飞机 可能要做分段追踪嘛 甚至于可能是不是要开始进入一个追踪 或甚至于可能要进行 可能要进入这个接战的状态 对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的话 那你说这样这么一种 某种程度来讲 美国就藉由这个飞机 这样抵近侦察 去摸透 去抓清楚大陆所有的防空系统运作 以及它后方有没有一些 特别的军事调动 如果说有些特别的军事调动 比如说它现在福建 理论上应该是听那种福建枪的 普通话比较多 怎么来了一堆这个什么 云南枪的 或者来了一堆这个 军队调动 对对对 他们就会紧张了 这是真的 所以今天就是EP31 一直不断的在这边 一系列做抵近侦察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个我补充一下 这个我补充一点 就是上一次那一架 就是RU135 EP31 对 那是EP31 跟这个画面上一样 EP31被撞 结果是降落在南海 在海南岛 在海南岛 最后被拆卸 整个被拆装以后 带回美国 那共军就马上立刻 就把人扣押了 因为它来不及破坏 没有破坏 这种事情 结果把共军吓坏了 才知道说 原来你在空中可以说我的声音 所以在那段时间之内 规定所有的共军内部的联系 不准用电话 那是把老共吓昏倒了 说不知道美军的这种 侦察 空中侦察技术 可以侦察到声音这个部分 所以音波跟他的不同的 整个 包括每一个人 他录下来以后 下一次 孝伟在这边被我录到了 下一次带来 孝伟又再出现 他有这个辨识 有这个声纹辨识系统 把老共吓坏了 真的是 另外我们这个董事长 也真的要请教你 我们看到这个美国方面 本周回到老话题 新冠疫情到现在 美国确诊人数破了300万 单日确诊人数还达到6万人 创下新高 不过美国还是有很多人 跟川普总统一样 他是不愿意戴口罩的 那美国的疫情 现在并没有 觉得有出现缓和的迹象 川普就在这个时候抛出 美国要退出世卫组织的消息 而且他们这个国务委员方面也证实 已经正式告知了这个联合国的秘书长 美国要退出WHO 那正式升下日期 在明年的7月6号 请到吴董 川普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是要做给谁看 这是未来挽救他的选情吗 他这个事件 或者美国的一些民调公司做出来的结果 美国的民众大部分是反对的 并不赞成川普这个事情 所以说如果要借着这个退出WHO 来挽救选情来讲的话 適得其反 因为民调并不支持他这个事情 所以我觉得川普现在的情况 普遍性的选情现在落后拜登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情况有点荒腔走板 这件事情来讲的话 也并不是一个好的事情 那拜登也宣布了 如果他当选的话 他立刻就取消这个决定 他还是要恢复维持在WHO裡面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 川普个人现在的选情不利的情况之下 他做了很多混乱的事情的 其中的一项而已 那也可能是他的 他或是他的幕僚 目前对于整个局势的 可能是一个miss calculation 所以可能是一个误判 但是我们还是要持续的 这个观察下去 包括了这个下个星期 他的侄女也出了一本书 要大爆这个川普的料 我们也持续的再关注下去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会演看天下 未来还有更多重要的国际局势消息 还有他背后的内幕角力 也请您持续的锁定 同时也欢迎您上YouTube的网站 订阅以及分享 我是黄宝慧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再会了